嗨,亲爱的清单控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时 在今天的课时中,我们继续分享清单思维的具体运用 即工作和学习之后,如何把清单思维运用在生活中 如你所知,我们课程的主题是清单思维 而正因为它是一种思维,这是最底层的内容 而一项思维的背后往往能够衍生出无数具体的运用 所以我们已经分享过的具体的场景 其实都是把这些运用给予分类过后得出来的 这些运用只是我个人使用的比较多 所以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但这绝不意味着清单思维的运用就只有这些 现在我们知道清单是一种思维 而思维是一种容器 它能够装下无数的具体运用 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超越本次课时的运用分享 打开你的脑洞来发现更多的运用方法 所以思维的深度是多么的重要 而今天的这一课时 关于清单思维在生活中的运用 就是一堂让你脑洞打开的课程 我希望能够通过本次课程的分享 帮助你更加深入地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这生活中我的清单思维运用主要有这么一下几种 第一整理房间 第二记录重要的日期 第三规范化日常的琐事 第四让生活更有仪式感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项 如何使用清单思维来整理房间 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处理作 我其实挺喜欢收拾房间的 但是在我运用清单思维之前 我整理房间每次都是花了好长时间给整理好 用不了两天又会变得很乱 这真是心累呀 我想这几乎是每个人整理房间的通病 好不容易整理好了 但是它乱起来 似乎比你整理起来还要快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如何运用清单思维 进行一劳永逸的整理 我把它称之为清单整理法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整理方法 在第一次整理的时候 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我第一次整理 每天花两个番茄座时间左右 花费了一周半的时间 我在两年前的春节之后 完成了这次整理 到现在为止 依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每次都只需要按原有的计划 把一些小东西复位就可以了 我们说到运用清单思维的第一步 是在事前进行思考清单整理法 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步 认真的来思考一下整理这件事 我想在这件事上 几乎每个人都追求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尽可能应劳永逸 对吧 所以花上四到六个房间时间 来认真的对立的房间 做一个详细的规划吧 我在进行整理规划的时候 我划分了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物品的分类 比如习书用品 衣物 工具类的物品 还有学习类的用品等等 第二个维度是使用的频率 我把它分为了三个等级 非常常用 常用和不常用 综合这两个维度 我们可以得到一份这样的清单 这份清单有什么用呢 在思考的时候 我还列出了我家里所有的收纳 并且用木布做了一份这样的清单 然后我把这些收纳也进行了分籍 总共三个级别 最方便 方便 和不方便 比如衣柜 肯定是最方便的 对吧 直接在卧室打开就能使用 衣柜里面的抽屉也还好 所以它算是方便 这一个层级的 哪些是不方便呢 比如高厢床下面的柜子 这就是不方便 然后把物品的三个常用等级 和收纳的三个方便等级 一一对号入座 再去规划一下 哪些收纳放哪个类别的物品 最后完善出这张表 接下来呢 你就只需要制定一份 如何收拾这些物品的流程清单 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对吧 其中包括先收拾哪些物品 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进行整理 等等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里 你就按照这份流程清单 来完成整理的工作就行 这里呢 告诉大家一个技巧 实际的整理工作 最好先从不常用的物品 不方便的那些收纳开始 因为这些东西你平时用的很少 先把它们收拾好 整个房间看起来就会整齐很多 这会大大减少后续的整理工作 当你完成所有的整理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在刚才列出来的那份目不清单当中 把每一个收纳中的物品拍一个照片 这样当你不知道某一个物品放在哪的时候 你不用打开这个收纳 直接看照片就能够直接查到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印象笔记来保存这些照片 在保存照片的时候 你还可以录入简单的文字 这样一来要查找一件物品 你可以直接搜索 效率会更高 在印象笔记中 每一个或者一组收纳 你可以保存成一条单独的笔记 而所有的收纳 你可以建立一条所有收纳笔记的索引笔记 索引笔记中 你甚至可以以沉寂的方式来展现 真是一目了然 虽然这一次整理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但在第一次整理之后 因为你对每一件物品都是进行规划过的 所以你在大脑当中会有很深的印象 之后每一次有些小凌乱之后的整理 你都会得心应手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 看到哪有空间就往哪放 像我刚才整理出来的每一个收纳 它都会包含两个维度的信息 所存放物品的常用程度 以及物品的分类 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使用标签打印机 打印出来 贴在这个收纳上 这样即使是家里的其他人 也能够很快的明白 这样完成第一次整理之后 你还可以制定一项规范 比如每周一次小的整理 这是规范中的一项内容 另外对于重要的位置或者重要的收纳 你还可以列出专门的整理标准 比如书桌就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 因为每天都要使用 所以在我的书桌上就贴了一份清单 清单上写着书桌应该整理到什么程度 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整理 比如每天工作结束过后 整理书桌通常大概是在11点左右 具体的事项包含清洗茶杯 坐面景保留鼠标键盘 执笔和台灯等等 OK 这是关于如何合理的使用清单思维 来进行整理 如果你也想一脑永逸的完成整理的工作 不妨借鉴一下这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场景 如何运用清单来记录重要的日期 因为我是清单思维的前程信徒 所以每个重要的节日我几乎都没有忘记过 比如结婚纪念日呀 家人的生日呀等等 而我媳妇就不一样了 她经常忘了我的生日 真是内奔呀 用清单来记录生活中的重要日期 不仅能增加生活中的仪式感 还能让各位男同胞在某些重要的时刻 免于死罪 对吧 你可以花时间去思考一下 你的生活中有哪些重要的日期 是极值得记录的 比如除了家人的生日之外 我还会记录信用卡的还款日期 我有三张信用卡 还有蚂蚁花碑 房贷等等 这些日期太多了 很容易忽略 在记录这些日期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使用每月多少号 还什么信用卡 这样呢 在滴答清单当中会直接创建循环 记录这些日期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列为一份清单 也可以使用滴答清单 这样的代表实相管理工具来进行记录 如果你是后者的话 那么你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直接创建循环事件 比如生日 你可以创建按连循环 甚至递答清单 还可以满足中国人的风俗 直接设定到农历的日期 而这些设定设置好之后 你还可以为这些循环任务打上标签 比如按生日 你可以打上按连循环的标签 以及生日的标签 打标签的目的是为了人 能够快速地过滤出相同类别的代表事项 清单思维在生活中的第三个运用 是运用清单来规范化日常的琐事 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一团乱马 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律可言 他们总是想到一件事 就去做一件事 这还算是好的了 有多少人在想到一件事之后 又会陷入无休止的拖延呢 那么何不运用清单思维 来把你的日常所事进行规范化呢 在训练营开头的课时中 我曾分享了我一天的日程表 这份日程的标题 其实是理想日程表 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很可能很多时候 我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日 这份日程表来实践 但毕竟有一个参照在那 也就有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建议 你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制定一份这样的 理想日程表清单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把生活中的 很多所事都给列下来 这些所事如果不规范化 它们很可能就会引发你的焦虑 比如打扫房间 洗床单 交物业费等等 你可以先把这些所事 用清空大牢的方式 把它们列出来 但我敢保证这些所事 理一两次绝对列不完 因为这些事情 通常是我们习惯的一部分 你在执行它们的时候 通常都是无意识的 所以你意识不到 也就很难想起来 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觉察 在做这些所事的时候 不断地把它们加入到你的清单当中 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之后你可以按照不同的频率 来为这些所事分组 比如哪天是每天需要执行的 哪些是每周需要执行的 哪些又是每月需要执行的 等等 我每天执行的事情 包括看书 收拾书桌等等 每周呢 擦拭电脑 打扫卫生等等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所事 也保存在你的滴答清单当中 并为它们设置循环 但是我建议 你还应该有一份独立的清单 比如每日所事清单 每月所事清单 并把它们贴在你能够经常看到的地方 这更加方便你快速地审视 当你能够通过清单的方式 把这些所事列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再也不是无意识地去执行它们 而是始终保持觉察的状态 这不就是正练的状态吗 这样一来 即使是很小的琐事 也可能会因此而变得具有仪式感 而说到仪式感 这又是清单在生活当中 另一个力量的体现 在我的生活中 我会把很多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 当然 这或许不太像是清单了 而更像是写日记 比如我会用 Day1这个iOS上的APP 把嘟嘟很多第一次的成长记录都记下来 比如第一次自己吃饭 第一次叫爸爸这样的事情 除了用日记的方式来记录 我还为嘟嘟列了一份成长记录的清单 把这些第一次的成长 都使用清单的方式记录下来 形成一个里程碑 另外 在我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后 我开始运营Promnote这个公众账号 而这个公众账号中的每一次进步 我也会用这样的里程碑清单 给记录下来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 更有仪式感 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运用之外 我还会使用清单来记录更多类型的事情 比如 我想学习的技能清单 想学的 想去的目的地的清单 想读的书 这样的清单 这些事情都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 完成一件事情 打一个勾 在我所有的任务中 这一类事物的完成 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 OK 以上内容就是本次课程当中 我要为大家分享的 如何在生活当中运用清单思维 来让生活变得更有乐趣 而生活中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运用清单 去进行简化和规范 重要的是 我们能否随时保持清单思维 去发现这些事情 其实在我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后 我的工作时间被压缩到了很短 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较惭愧 我并不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人更有志吧 我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工作和事业 而是生活 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去体会生活的乐趣 毕竟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我们工作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其他 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对吧 这看是简单的目标 其实也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所在 说到做一件事情的意义 在这课时的最后 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我的看法 前不久我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指出 在现在知识付费的时代 各种课程的琳琅满步 由于课程的原因 和自己学习方式的原因等等 文中的结论来了 你所学到的不是知识 而只是知道 各位听到这儿 是不是感觉很扎心 甚至会说 哎呀我得注意分辨 只学习那些重要的知识呀 而我要说的是我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抛开自己学习能力的因素 单说知识和知道 这两方面的课程 我们是否值得买 这两方面的书 我们是否值得花时间去读 在这儿我先说一个观点 任何的一个结论 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知道 刘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对吧 经典物理学嘛 而万有引力定律 之所以能够成立 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 这个假设就是在地球上 或者物体的运行速度 远低于光束 而如果脱离了这个假设 万有引力定律 就未必成立 比如另一个假设 如果空间变成了宇宙空间 或者物体的运行速度 接近光束呢 这就不成立 对吧 这就是结论和假设 如果假设都是错误的 那结论一定是背道而驰的 现在我们说回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 它假设我们必须去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知识 如果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得出文中的结论 那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请记得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假设是错误的 那结论一定是背道而驰的 这篇文章中的假设 是我们必须去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知识 这个假设正确吗 在我看来这是极为错误的 因为在这种假设之下 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追求一个意义 但是在我的理解中 最珍贵的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这些没有意义的事物 通常才是最贵的 比如买车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追求BBA这样的好车 但车的意义是什么 是代步对吧 如果从意义出发 买一辆QQ就够了呀 甚至现在还有共享汽车呢 你根本就不用买车 那那些买好车的人追求的是什么 是舒适性品牌等等 这些特性都没有代步这个意义大 而在金钱上却需要付出数十倍 甚至更高的代价 同样买衣服买包包 人们都会追求品牌 而衣服包包的意义 无非就是取暖和置物 那么几十块钱的商品就能够满足呀 同样价格都花在了这些没有意义的品牌款式和设计上 如果追求意义 那么在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买转戒 而是去买一个顶针 这个有用啊 如果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在追求有意义的事物上 那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凄惨 完全没有乐趣可言 所以在我看来 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除了学习知识 还要去学习这篇文章中所批判的知道 因为学习有用的东西是为了生存 而那些看似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为了生活 把时间花费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 这才是我所理解的生活的意义 所以我会花不少时间去一个人旅行 去读一些没有意义的书 比如《瓦尔登湖》 还有我最近非常喜欢读《天体力学》之类的书 然后呢 去学一些没有意义的技能 像《尤克里尼》 《冥想》等等 我很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些很多人看来 没有什么暖用的事情之上 那么你呢? OK 我们今天的课室就到这儿 我是清单控沙流 一个虔诚的清单信徒 我们下次课室再见 感谢观看